- 大家好!歡迎來到老婆當然頻道,我是老婆! 你們看到我身後這一台車是不是很像香港皇家警察的車? 沒錯!相信有看過的一定不陌生! 這一位車主就是來自香港的一位大叔! 我已經很高興有機會可以來拍攝! 這一台在露營車美學裡面算是數一數二的露營車! 想看嗎?先幫我訂閱!帶你們來看看! GO!上去囉!跟著我來! 哇!這麼高! 這超高!我看你腳太低了! 還好嗎? 哇!進來!進來!進來!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香港大叔! 對! 聽說這一台車每一個細節全部都是你自己用的? 對!從沒有都有! 哇!我進來這一台車的感覺就是超級高! 我墊腳!我墊腳還頂不到! 而且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是我很懶惰的時候不想放東西的時候我就打開這個! 還有冷藏的! 泡咖啡的時候煮東西就可以在這裡! 不曉得落地的時候你站在下面拉出來! 對啊!拉起來就行了! 這是你自己想的喔! 對!我自己想的! 好有想法! 而且它這個木材! 它是貼靈賴板! 它比較容易清潔! 還有比較堅固! 這個灰色跟你的車色超搭的! 對!對! 是你特別挑過的嗎? 對!特別挑過!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的時候我覺得它好像我的工作車一樣! 喔!可以在外面工作也可以在外面休閒! 對啊!但是從來沒有工作! 大叔! 大叔的工作就是旅遊啊! 就是硬式朋友! 用車交朋友! 對啊!我特別設計給車子的我覺得旋轉也是很重要! 平常就是這樣! 它的旋轉好方便喔! 它的旋轉是! 來!放鞋子! 很方便耶! 細節的部分完全都有想到!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邊坐! 還有另外一個做的模式! 還有另外一個做的模式! 對對!我打開門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最爽! 最開心! 最爽! 這樣做! 欸!我們都沒有想到! 旋轉其實可以這樣子! 對啊! 你看海!還有隊伍! 哦! 對! 直接坐在裡面吊椅對不對! 對! 離那個近一點! 直接開始吊椅! 對啊! 超讚的! 這間椅子是WU124的! Benz Mercedes的台老的車! 我就把它改裝! 改一個旋轉盤在下面! 這樣就可以轉! 是旋轉儀還是你自己改的? 對!自己改的! 它一定要把整個改掉! 所以你今天這個是切開的! 哦!這個是把它切掉! 對!切掉再改掉! 不然它高度增加那麼多! 都不好做! 再給人家淘氣! 安全還要漂亮! 原本它很醜! 我就把它改! 這個也是我自己改的! 一般應該是沒有上面這一塊! 它有!但是它不好看! 所以我要重生把它延絲再放! 所以它本身有這一塊! 然後你把它上顏色! 然後再放一塊! 對!再把我Mercedes Brands貼上去! 我覺得比較漂亮! 我發現大叔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車上很多字! 對!有字! 趕緊向我解釋給你聽! 我看到頭頂上這個也是駐車冷氣喔! 哦!原本這台車沒有冷氣的! 哦!原本這台車是沒有冷氣的! 哦!原本這台車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我後來找朋友幫我改! 我們在把駐車冷氣的系統 定軟在我們的機械冷氣的系統! 開機停下來! 我就打開我機械的系統! 然後是我的擬鐵電池! 叫我有冷氣出來! 眼睛也不用發動! 對!跟各位講! 大叔他的方式是利用車的原本的冷氣系統! 然後直接加上駐車冷氣! 所以它裡面不需要有一個冷氣的室內機! 在這邊佔空間! 這個是很厲害的巧思! 車子的冷氣就是駐車冷氣! 超強的! 因為我是在香港做文化藝術的! 文化藝術! 對啊!我是藝術工作者! 所以我的車子的東西 我比較跟一般人的要求不一樣! 要美學! 對啊!要很強的美學! 所以就算是木工在做! 它完全是沒有釘子在外面的! 其實有像這種? 對啊!比較特別! 比較漂亮!挑過的釘子! 因為它是美學的一部分! 它是美學的一部分! 其實也可以不用釘子的! 但是我是用心把它挨入出來! 噢!你想要讓它有一點美學在外面! 對對對! 你看那個上層燈! 這個可以獨立開關! 也有一個全關的模式! 哇!你看這邊的整個中空都在這邊! 像這樣塞毀人機! 塞毀人機! 塞毀人機! 這個電影都是你自己配的! 對!自己配! 全部都自己配! 全部都自己配! 這已經是專業等級的了! 噢!也沒有啦! 自己慢慢學! 自己慢慢學的喔! 對啊!就是你做錯過一次就學到! 來!我們再來進到車內! 好強喔! 這個是石頭盤! 為什麼石頭盤設計在景點裡? 不能設計在裡面? 設計在裡面就有問題! 你下去! 你像石頭盤又爬爬爬爬爬爬的裡面! 對!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直接從外面洗手! 我們都沒有想到這麼細節的部分! 噢!沒有!你們臉沒有設計切! 對!不同的切子! 小野! 因為你們的T4是兩邊人可以看! 他們的T4很漂亮! 是叫國關! 順貴四方做的! 綜樂乖! 對!在叫做! 我們大叔在稱讚你喔! 對對對! 哇!好酷喔! 只是我做露營車就是想提升露營車的理學!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這一台車大概是兩年多前改的! 兩年多前喔! 已經改好了! 現在看起來還很新欸! 對!那個時候開車區 去台灣很多人都很驚訝! 很驚訝! 為什麼要改的那麼不一樣? 很特別! 他們就覺得喔! 完全沒有看過! 該哪裡買! 哪裡改! 對啊! 但是因為我這美學的機球比較好! 還有我很多機械的結構也研究! 機械! 機械! 不是!不是! 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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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這邊有很多小小的! 它整個就是怎樣? 對啊! 它只是壓壓! 它整個都放在那裡! 而且還是整個貼的! 只是放輕的東西! 喔!對!成板! 就是你可能在這邊洗東西! 對!我在這邊放放放! 這邊也是收拉的空間! 喔!這樣又可以拿得到! 對! 一般人都會把這個板子直接釘死! 這個很很困難! 改的時候! 很困難喔! 對啊! 發的功夫很多! 腳都不好教! 不能拍! 這個是人家的專利! 沒有!沒有!沒有專利! 好!各位想不想看! 想看了!我來看一下! 對啊! 大叔無私的分享! 它怎樣做! 用什麼關節! 有沒有! 現在在改裝的縫氣也非常高! 非常好! 非常好! 對啊! 而且越來越多人! 看你的車! 然後去DIY! 這個是冰箱! 冰箱就在下面! 哇! 跟你們的一樣! 可是它藏的也太好了吧! 但是沒有東西在裡面! 我們的冰箱! 遠遠看就知道冰箱在那裡! 對啊! 我們完全不知道它這裡面是冰箱耶! 藏得太好了! 因為我這在檢底 我可以這樣打開 哇! 我在檢底也可以做菜! 是這樣限制的! 主人在這邊! 對啊! 洗碗! 做菜! 來!請喝! 對對! 這是這樣玩的! 在車裡也可以這麼free耶! 我的天啊! 而且! 我們現在才剛介紹到這個櫃子而已! 你有發現什麼嗎? 這個櫃子的三面! 內面! 橙板可以打開! 內面! 橙板也可以打開! 你頭已經可以打開! 神經! 對啊! 全部都在打開! 它不是把它包覆住! 它是每一面都利用到耶! 而且它的打開是不用再架什麼東西! 在這邊就可以直接打開了! 打開也好打開! 收也好收! 三面都是這樣子! 太神奇了! 我們才介紹一部分而已喔! 一部分! 對! 這個是我最後在香港的其中的一個藝術作品的一部分! 這是你藝術作品的一部分! 一部分! 我就把它放在帳上! 對啊! 拿來做紀念! 對對! 我的藝術作品就是跟念頭有關的! 跟念頭! 但是還有一些政治! 就是精緻的食材! 政治! 就是現在你在香港不能人說話! 哈哈哈! 所以現在我的展覽不能在香港做! 很敏感! 所以有一些念頭不能展現出來! 對! 大家知道就好了! 這個是推開窗! 外推窗! 外推窗! 然後欸! 嗯? 沙網! 哇!你看! 兩面! 這都是大叔自己改的喔! 自己改!自己安裝! 我好像在介紹一台很專業的車! 但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還是自己第一台做! 怎麼那麼專業! 所以我都有很多小小的收拉的空間! 每一分空間都不浪費! 所以有個時間我去朋友的工廠幫他做事情! 那個地方的空氣很誇張! 就買了一台空氣輕生機! 真的靠要! 還有這個! 這個! 不是看女生! 真的不是看女生! 有些時候我們去外面! 你可以遠遠看到渡路是怎麼樣! 我的眼睛不太厲害! 就可以用來看! 而且都藏在這邊欸! 另外一塊板子在這! 欸! 這下面就有這麼深! 然後就可以把小東西卡在那邊! 細節收納! 這邊也有! 然後這邊也有! 這是這樣洗啊! 很方便! 而且水還蠻大的欸! 水箱是在下面! 最下面在底部! 那有多少的水? 喔! 它沒有很大! 它只有70公升! 喔! 最好就是110公升! 為什麼這個想法是哪裡來的? 是因為我平常用水的時候我知道! 如果用110公升的時候! 該開兩三天! 你洗澡也不用補充水! 因為大家只有洗澡啦! 我有洗澡在裡面! 對對對! 等一下介紹給你們! 這裡還有洗澡不一樣! 但是我想邀請他跟我一起洗澡! 但是不行! 我來! 我來! 不行! 他的老公在後面很強壯的! 你懂嗎? 大家聽得懂嗎? 所以不能亂說話啊! 我心很想! 但是不行! 唸! 這個唸! 這個唸! 所以你也先遮起來! 然後我來往後面去看一下! 所以你! 我的血跡感覺好像飛機一樣! 喔! 對! 這個叫做航空箱! 航空水袋啊! 殿堂啊! 椅子啊! 也是放在裡面! 我發現大叔的每一個關節真的都做得好方便喔! 對啊! 這個行車中它會動嗎? 不愧! 完全不會掉東西! 因為這個是私人傳動的! 我去的路真的很誇張的! 會這樣! 沒有掉過東西?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沒有裝鎖在這裡! 但是有其他的地方就不行! 好像抽屜! 一定要安裝鎖! 不然的話它會跑出來! 因為下面它的面積很小! 所以它不會容易跑出來! 但是這個! 這個比較重啊! 它是要挖軌的時候! 你就知道MOMENTUM它的充力很大! 它小小一個拐一個彎! 它的MOMENTUM很厲害! 就會跑出來! MOMENTUM? MOMENTUM就是... 慣性! 慣性! 其實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空間! 就是怎麼樣! 姐妮可以打開的! 上面還可以打開! 哇哇哇哇! 電視場在裡面! 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會在這上面做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你往後退一點點! 好! 是她的太太! 不是我! 女朋友! 先告訴她! 是她的太太! 漂亮的! 她說到老婆! 我不行! 我給你打死了! 所以你可以拉出來! 對啊! 我邀請你的太太跟我坐! 喔! 她是椅子! 椅子! 哇! 欸!很棒欸! 這個巧思! 但是我全部都是私我一個人! 我從來沒有女生跟我一起去聚過! 有意願的下巴! 真的! 香港的老婆會那個! 都可能! 但是沒關係! 台灣要有女朋友! 沒問題! 但是一定要! 胸部很大很漂亮! 還有要求喔! 沒有打到條件! 對! 不然你! 對! 所以你會在這裡坐著! 對!看海! 喝酒! 看海! 喝酒! 所以坐著的時候這邊不好開! 上面可以開! 對啊! 然後呢! 上面放東西的時候不好開! 我下面還可以開! 我也可以網上再看電影! 再打開電影! 看YouTube也可以! 就是插手機就行! 時間用手機連喔! 對啊!蘋果手機! 追劇嗎? 大叔! 可以追老婆大人! 這邊也有字耶! 對! 難抹! 沒有! 這個是耶穌哈! 這是西班牙文來的耶穌! 喔!耶穌嗎? 對! 這是耶穌! 你還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你車上要有字! 這邊有一個! 氣! 這邊有一個! 正! 我覺得這是做人一定要正氣! 做人一定要正氣! 對對! 你的念頭才會好! 喔! 這跟他的念頭有關係! 對! 為什麼有念這個字! 我覺得人生沒有人一輩子都好的! 對不對! 不用太計較! 我的名字叫Ducky! 一般這一面是正常的鴨子! 對! 這一面是鴨子的內心! 對! 就是你提醒自己! 我要向那邊看! 看一個人你要往他的心靈看去! 像我們今天認識到大叔! 對啊! 發現原來大叔內心有這麼的正氣凛然的一面! 我也很喜歡認識你們的夫妻! 台灣的女生你又知道你結婚之後一定要把自己做得越漂亮越好! 讓你的老公仍然在看你的老婆顯勝欲務! 對! 對! 才行! 老公也要保持帥帥的! 才會 對! 沒關係!亂說話! 再撿你! 這邊! 再來! 這邊! 就是廚房用具! 廚房用具! 就是比較靠近水槽的部分! 我正在撿你! 我就可以了! 所以這句就是要在廣東話叫叫做手! 這個順手! 順手! 對! 這個也可以! 原本我的謝句就是拿撒切跟人家吃飯的時候一起分享餐具! 但是我都窮人沒有用! 哈哈哈! 你有發現一點嗎? 大叔每一個設計都有先想到 比如說他要坐在這邊的時候他順手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對! 坐在哪的時候東西就要馬上可以取得! 好!我們再看! 這個是電器室! 這是我第一台做! 所以看起來不漂亮! 完全不漂亮! 要漂亮是什麼樣? 有時間我會把它重新做好! 這個也是放東西! 喔!這邊也是電器的一部分! 對!電器的一部分! 然後這個應該是卡式瓦斯嗎? 喔!這個是工具! 喔!這是工具! 工具! 好像喔! 還有這個! 這個是使覺用的! 洗澡! 後面有瓦斯爐! 我等一下教大家一個很散水的方法! 喔!很散水! 影片記得看到最後! Jenny! 還有最重要的東西! 台灣摩托! 金門高粱! 你們有看過誰露營車上的衣服是可以吊起來的? 沒有女生的爛衣在裡面! 靠藥! 真的嗎? 我剪裁一下! 真的沒有啊! 我也想有! 這是我手拉的衣服! 在台灣也一定要四肢的衣服在車上! 因為台灣的高速很冷! 因為難死! 這個是這個? 飛機的! 飛機用的! 真身的飛機用我二手買回來的! 特地收藏的! 我覺得好玩! 我覺得哇!整個風聲卻很丟! 很特別! 這也是飛機用的嗎? 這是另外一個比較大的! 還有數字喔! 1... 我想說1樓不見了! 1...2...3...4...5...6...7...7格! 數字都幫你標好了! 真的好特別! 對啊! 其實你是風電池! 第二電瓶! 其實你的空間都是風製造物! 還有最重要是這個! 吹風機! 吹風機! 吹風機是人家在吹槽的! 我發現在露營車裡賣了一個天墨! 對! 有葉子! 有葉子! 我剛剛以為是那個吹頭髮的吹風機! 那這一格有放東西啊? 有啊! 捷你很重要的地方! 太多可以收納的了! 瓦斯我放在捷你! 桶裝瓦斯! 因為我要用... 暖爐或洗澡的時候都要用到這個桶裝瓦斯! 它暖爐是瓦斯的! 它瓦斯我就要用葉水的時候就會用!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怎麼洗澡了! 喔!你留閒一下很好! 對! 所以你也是收納的空間! 喔!這個蠻深的喔! 不用浪費空間! 露營車最重要就是每一個地方我們都可以用! 那這個是? 喔!這個是美國的一個鎖東西用的! 很多飛機也有用這個東西! Amazon可以買到! 例如你會拿來鎖什麼東西? 只是沒有! 只是裝飾的用途! 就是用觀眾! 哇!這個很... 很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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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們很特別! 因為我會介紹一個東西其他人沒有拍過! 這是我最近改的! 原本整理這個洗手間有一個生物分解的馬桶! 其他的視頻已經介紹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馬桶很好用! 但是在台灣不好用! 因為台灣去洗手間太方便! 喔! 所以我就把這個馬桶拿掉! 但是現在我就把它這個空間改做! 改做做什麼用途! 就是馬桶! 原本的那個馬桶換成這種小的行動馬桶! 對!原本的馬桶要一千五百塊美金! 這個只是一百塊美金! 對對對! 為什麼我想這裡有一個空間呢? 因為我想可以坐在這裡! 打開門! 一樣要可以看出去! 但是我打開門的時候我就會... 把這幾個拿出來! 喔! 翻開來! 放生氣! 因為馬桶可以看外面! 還有姿勢喔! 這是你第一個派! 我不用用洗澡交換喔! 喔! 也可以! 記得在他的頻道按讚! 記得在我的頻道按讚! 按讚三次! 跟大叔一起洗澡! 不是跟我喔! 不然不然! 你不按讚我就逼你洗澡! 所以這個巧思真的是很棒! 可以看出去風景的那個座位真的很重要! 我們說停車就是只能停! 直的! 風景在後面! 對對對! 就是要這樣子! 每一個位置就是一個充電器!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每一個角落都有! 所以你不管坐在哪裡! 你手機沒電就拿來充電! 隨時! 這跟我們女生哪裡都有化妝品! 意思是一樣的! 對對對! 好啦! 我們來看怎麼洗澡! 洗澡很簡單! 大家在看! 欸! 這邊還可以打開耶! 看到嗎? 有一個盤子在裡面! 哇靠! 這邊圈還可以打開! 對啊! 你們是拍的最完整的! 很多人沒有拍過這個! 要不然你的太太跟我洗澡了! 所以給她拍! 那我也要洗! 大家來看! 另外一個東西在下面! 這個打開! 哇! 排水孔嗎? 排水孔,對! 哇靠! 在車上洗澡? 在車上洗澡! 哇靠! 大家就見到一個盤子在裡面! 超酷的! 超酷! 有一個發舌頭在這裡! 但是你的水怎麼辦? 水會跑到周圍嗎? 就是很簡單! 哦! 就可以直接在裡面! 就不會潑到旁邊! 它上面有一個機關! 就是把它卡進去而已! 這把他給人家打!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們先關起來囉! 好! 哈哈哈! 我一般! 我不會用這樣洗的! 因為我發現有些時候,它的水的運動變快很大! 哦!它還是會孤冷孤熱! 有些時候不會! 你一條條條,你就浪費很多水! 現在我怎麼做! 這個大概13公升! 裡面還有一個花灑! 哦!幫浦! 幫浦! 然後幫浦! 把水上來! 啊! 我先熱水器,把水打進去! 這樣追上水! 溫度剛剛好! 對! 你再熱一點點不怕! 等於是不用把熱水器前段的那個水,把它浪費! 水浪費! 因為那一段是溫度! 要5公升! 至少要5公升! 你調來調去! 調來調去! 但是我不用啊! 我一打開就打很熱進去! 差不多都一般的時候,我再打一些沒有那麼熱的! 運動就剛剛好! 大概10公升! 一個男生一定夠! 你就自己在裡面洗! 洗完! 我脫光光,我也可以怎麼亂! 哈哈哈! 如果我去郊外的時候,沒有人的地方! 還是要在外面洗! 所以我們自己在外面搭一個帳!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洗澡! 對! 我朋友的T4也是這樣洗澡! 下次贏! 你就不怕了! 真的不怕!很簡單! 我教你! 你看! 收納的也太好了! 帥! 對! 就這樣! 超讚的鬆開門! 我超喜歡的鬆開門! 那這個機關是幹嘛用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喔! 我以為這個只是扶手! 這個可以掛衣服! 這個可以運動吧! 對! 這個就是運動! 衣服! 哇! 大叔厲害了! 太強了! 好東西! 哇! 哇! 飛舞隊了! 好像可以一起走! 你看! 我大叔很強壯! 大叔好強壯! 還有腹肌! 對啊! 大人! 大人! 好好練練! 欸! 太強壯了! 還有這裡是加水! 加水在下面! 水箱就在下面! 哇! 蠻大壹個的! 其實如果把加Yamata放在下面更好! 但是我因為這邊沒有很好的空間放我! 所以我放在水邊! 哇! 海邊洗腳的時候用的! 對啊! 女生圈北京裡! 蛤! 你用清水幫你洗洗! 大叔幫你洗! 幫你洗! 幫你洗! 你後面洗不到我幫你洗! 就是這樣! 哈哈! 對啊! 原來大叔的設計理念是這樣子! 是這樣! 設計一定有個概念! 概念就是比經理的女生! 就是你的動力! 對啊! 就是我的動力! 但是從來沒有用過! 沒有! 大叔平常怎麼睡覺! 喔!睡覺! 好! 對對對! 我們來看我們的睡覺!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很多大叔在車上設置的座位! 前面也可以坐! 側門也可以坐! 後門也可以坐! 但是! 除了客廳工作空間以外! 到底要怎麼睡覺呢? 睡覺很簡單! 這個固定的! 看看! 喔! 插箱! 喔! 也太容易拆掉了! 中間這個柱子! 就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把它拉開! 這個也可以拉開的! 這個有多長啊? 180! 喔! 有一個選計就是你不睡覺的時候 也是可以這樣躺住! 喔! 有一個洩度! 很舒服! 不過! 雙人床怎麼樣! 雙人床就是增加旁邊的床板! 就是空間! 對啊! 欸! 這邊也有! 中間也還有一個板子! 其他的東西拉開就可以了! 啊! 可以滾床單了啦! 但是我一個人睡! 所以沒有用! 但是如果我太太過來的時候! 我會再設置一個更快! 對啊! 這樣已經很方便了! 我覺得大樹的設計就是方便! 簡單! 對!簡單! 然後又兼具美學! 這是一個圈! 一個圈就是把它輕一點點! 還有它的美感! 對啊!很漂亮! 我還有這個! 收藏在這裡! 喔! 車邊上的桿子! 這裡還有一個! 在那邊死東西! 連接水槽的啦! 大樹我們應該是介紹的最細的一個吧! 對!最細的! 最細的! 我們通通挖出來了! 耶! 沒有!很好!很好! 這裡還有燈! 哇! 我要兩個不同的顏色! 兩個顏色耶! 這是有比基尼辣妹來的時候要黃燈! 比基尼辣妹要開這一條! 很不一樣的喔! 對啊! 這個啦! 這個浪漫的燈光! 晚上就有不同的顏色! 紅酒拿出來! 紅酒杯放著! 音樂給它放下去! 音樂! 好啦!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大叔! 為我們介紹他這一台兼具美學的露營車! 謝謝大叔! 謝謝!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開啟小禮拜!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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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文字幕製片奏 by bwd6